过了三十岁了 我的梦想还能坚持多久 在看头和困惑之间徘徊 痛苦的追求 云上无知的热血 到如今谁的热情还能够依旧 如果梦还不能实现 是否选择放手 生活的责任和生命的梦想 谁去谁留 年纪越大越能深刻的体会 家人的感受 要为梦想而坚持 还是要回归生活随波逐流 我就在犹豫和忙碌中 长出了白头 醉了以后 就真的可以暂时放下心中的所有 醒来之后 要活着 要战斗到底之后